來喔 3 2 1 歡迎收看水電伯伯 大家好 我會再來啊 董伯伯 最近YouTube推薦我看一支很神奇的鴨瓶 這支鴨瓶我也給你看 有啊有啊 請給觀眾朋友一樣看這支鴨瓶 大家很開心一下 碎桶 就直接塞上鴨瓶 就真的要開啟 在旁邊了 在旁邊了 中間的鴨瓶 上鴨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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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鴨瓶水 下鴨瓶水 看上鴨瓶水 大家看下鴨瓶水 裡面原本水泡水量不夠的狀況 結果經過加增了一個可樂的關卡 水泡和水量都變得很強 不簡單 所以我看到這樣 這麼興趣 我也要來做一組給大家試試看 大家來欣賞一下看 真的還是這樣 因為如果那間鵝鵝 其實還有很多鵝鵝鵝 我去找的有一個系列 還有不同人的 但是它的流量 都米安協會贏 我們用心在協會 我們真的協會這樣 所以這次 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裝置 真的有這麼興趣 要看之前 會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你們當 Let's go 好了 我現在一定做好了 做一個水量不夠 水壓也不夠的模仿 來 我開給大家看這個 我們的椰金水很小 水很小的 我這裡總開了 像這個壓力不夠 水量也不夠 來我看起來 現在我要來做像夢露 說的這樣 這裡用起來 你要用一個寶特瓶下去 看看它的壓力會變大 好 像我們夢露這樣 那樣大廣 那樣好 加莫大 像什麼料理 用寶特瓶 我們變成大廣 如果這樣 我們家要先來蓋 哈哈 好來 我們繼續開始 要接一個三通下去 這個很強 好 白啊 我怎麼來 要做這個 大家就不認真 摩托 哈哈 好啊 現在我這裡用一個 壓三通 稍微像這個 可以收水瓶 我就要收 寶特瓶的東西 在這裡 繼續來用寶特瓶 現在這個寶特瓶的膏 要裝置我用好了 我們來開箱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 真正的 沒有 3 2 1 喔喔喔 喔喔 拼啊拼啊 拼啊拼啊拼啊 這真的這麼有工啦 這真的讚的啦 你們大家比較想 哈哈哈 我的笑是嗎 好 第一次跟大家拜一年的 宮尼哈 心裡快樂 接下來來插一個自己的公告 接下來我們要來參加 兩年一拜 世界最大的 結果我金店 相信也有很多人 希望要看到 世界的展覽 到底和我們台灣 有差在哪裡 什麼不太想 所以我們利用這次的機會 來拍檔 和大家共同來分享 所以要贊助的青春 趕緊讓我們聯絡 謝謝 感謝 好喔 老爸 是 我們來拍檔 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來 大家看看喔 3 2 1 開啦 我們來看後面 吃一下 來 看看這個 到底水 還是要怎麼 那邊 來 看一下 原來他剛才 爭了一顆 摩托 所以 剛才那邊 會那邊 水會那邊 真笑 哈哈哈 大家知道 原來 他是怎麼說 那個寶特兵 在那邊 水會變那邊 啊 如果摩托 沒有開 是什麼 爭了 沒關係 今天要刺給大家看看 來 我電線把它丟掉一下 噢 它是 我用刺的 對 所以我把它丟掉 要怎麼刺看看 啊 現在我們沒有用 加仔機 我們是用我們的水盤 我們的水盤 沒有到一樓盤 所以它的重量 差不多是0.3公斤 另外一方面 我這邊有做一個開關 我把它控制水量 讓它這樣 水量 洗 水暗也洗 我們當中不夠的狀況 要用這個寶特兵 來用 我們實際刺看看 它出來的水量 真的會很大 來 3 2 1 開 我們剛才看到 這是它瞬間 就是這個寶特兵 真的有那個阿廟的功能 只是說它出來的水量 沒辦法人家那麼大 只是在裡面 它的容量 好像漏掉了就沒有了 再來就 又變成 但是我們看到的鴨瓶 是它開起來 好 它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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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鎮膜的那種情形 是 因為我們看到的鴨瓶就是 水如果開 好 水都很大 其實是 那就是剩下 摩托在用的 因為一間它的壓力 容量出來 就是剛才我開了這個水量 那種的容量而已 就是它累積水量多少 這個刷就多少 像你看 現在還一直在增加壓力 好不好 你再開 來 我再開一個 瞬間而已 沒辦法讓它 我都持續了 沒辦法維持 那個影片很厲害 那個日本 哈哈哈哈 那如果真的用這樣 那裡沒辦法 大家都收手 大家都爭這個 大家又爭摩托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原理 像我們家常常在用的東西一樣 我感覺到其實都有一些 大家可能沒注意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像剛才那個原理就含這個一樣 它就是RO儲水式的壓力桶 這個RO我們離水出來 不是只出現的水水 它的水是慢慢的入面 慢慢的入面 它進來這裡的時候 它開始噴水的時候 裡面將空氣壓縮到一段 噴噴也停 但是我們如果在用水的時候 它的壓力就釋放 所以它的水就出我們這裡出來 我出給你們看 像這樣 湯是說沒有咖啡 湯是沒有咖啡 湯是沒有咖啡 它是靠裡面 剛才剛才我們那個情形 它慢慢的 我們這裡出 它如果出到這個壓力 刷到掉的時候 這裡就沒有什麼水了 所以經過這次吃過 大家就會了解 你們家水壓 如果很小 不可能 爭一個寶特瓶 就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了 如果人家透天的 像鴨皮裡面的那種種 水量那麼小 水壓那麼小 這樣怎麼解決 如果這樣 先透天的 我會建議說 家裡先用一顆五百瓶 在那裡流的 我們煮來水 進來給燉水 五百瓶是半斤 對 半斤而已而已 之後 用抽水沒打 抽在家裡 那家裡賺一個一斤的 看是水供直接接好下去 直接是說 你如果沒有打 再用一個加機 這樣我們家裡的水 就比較正常 我們也會比較大 那公園還是大樓 那如果公園還是大樓 如果公園還是大樓 你如果在那裡 比較多樓的 有這個情形 我先跟你們說一下 但是你如果在那裡 因為它的水壓 只有一樓兩樓 這個水壓 差不多0.3公斤的時候 有可能我們這樣使用水 就覺得比較不穩定 才是很小的 因為它在處在那裡 它的水塔 近通常一樓 就是0.3公斤 對 如果兩樓 0.6公斤 可能在洗人家 經過熱水汽 水壓就比較不夠了 一方面是經過熱水路 水壓一定一樣 還有一方面 像我們用電盆路 壓越高的時候 它的水 離水塔比較近 所以它的水壓也比較熱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建議說 我們可以用加熱水 增加壓力 讓我們的使用 會比較舒服 比較開圓 不要說很小的工 因為有很多大樓 跟公務 那些雞蛋 都叫我去增加熱 其實那個情形 我真的賺不太多 我都會先把它監測 用到水量都變成這樣 就想說要增加壓力 對 其實不是用 就是我們有固定在清洗我們的水塔 那個水塔 怕人的 去踏到前那裡 那裡 就是踏到我們的分表那裡 都會造成我們的水 變得很小的工 所以這部分 我們會去拜託財富 把我們處理一下 我們生了很多錢 這樣用 也不用經常吃電 那裡就在用加壓力 所以經過這段的分享 大家都知道 自己在水暗不夠 還是水量不夠的時候 大家要怎麼做 對啊 對啊 我們這次就分享到這裡 拜拜 再見